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2年11月4日 今天這段影片有兩件事想和大家討論 首先要討論早幾天前 一個全港最大型撐警的Facebook群組SafeHK 被Facebook無故剷除了群組 十多萬人的群組第二次被剷除 大量的粉絲完全失蹤 全部失聯 今次這件事經過我仔細追查後 竟然發現了一個很可怕的真相 就是美國高度介入我們香港 而且今次Facebook剷除SafeHK群組 亦牽涉到未來12月的立法會選舉 很大機會是美國藉此干預我們香港選舉 全部都有真憑實據 一會兒會和大家一起踢爆美國的陰謀 另外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要討論英國 近日就著俄烏戰爭全面升級 英國那邊的能源供應越發緊張 而最新消息指有英國政府內部文件曝光 顯示未來英國很大機會全國七天斷電無電 一會兒會和大家詳細討論這件事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等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和按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要討論 就要討論我們香港最大型的撐警藍營群組 Facebook群組Safe Hong Kong 相信有不少粉絲朋友和我一樣 都加入了Safe Hong Kong很久了 甚至我是第一代加入Facebook的人 為何我會形容自己是第一代 因為Safe Hong Kong的群組原先有20萬人 但在去年曾被Facebook直指管理員 無法阻止有大量的仇恨留言和粗口留言 所以就剷除了整個群組 事實上管理員也很無辜 即是20萬群組很難每天每一個post 每一個留言都盯緊到底他有沒有說粗口 他有沒有紮罵美國等等 還有大家都知道 Safe Hong Kong是全港最大型的撐警藍營群組 又怎會缺少一些罵黑暴 罵黃人和美國的資訊 所以對於管理員來說 這個指控實在無辜 試試給你一個人去管理整個20萬群組 你可否禁止所有留言都不說粗口 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但Facebook用這個理由在第一次剷除了Safe Hong Kong 幸好當時大家都意識到Safe Hong Kong被剷除 除之而來Safe Hong Kong重新起步 由他們的管理員Ajian Ho 重新開過Safe Hong Kong群組 最終這個群組當然沒有當時20萬人那麼多 最終只能找到十多萬成員 好了 但這件事又再次出現 在剛剛過去的星期日 即是10月30日凌晨4時 Safe Hong Kong又再次被剷除 今次的剷除甚至連理由都不跟你說 滅你聲 直接不用跟你說理由 這就是美國霸權 我們俗稱這些被民主 由於美國經常說民主 但今次剷除了Facebook群組 十多萬人的群組是一件大事 但他竟然連理由都不給一個 這件事發生於10月30日凌晨4時 很多人會問一個問題 首先第一 Facebook為何要剷除了Safe Hong Kong群組 第一件事 Facebook已經沒有提出資訊 第二問題是 為何要在凌晨4時多 偷偷偷剷除群組 如果你問我的話 今次的行動絕對不是靜靜雞 因為剷除一個十多萬人群組 無論何時剷除都必定是一件大事 不會是靜靜雞 如果這個行動不叫靜靜雞 可以叫做甚麼呢 根本上就是有人刻意地 在凌晨4時多的時間剷除Facebook 而我個人的分析就是 由於當時是凌晨4時多 在香港的Facebook辦事處或總部 基本上他們是沒有人上班 大家處於熟睡的狀態 所以這次很大機會不是 香港Facebook區的辦公室 剷除Safe Hong Kong群組 據我所知 我找過管理員Adrian Ho 去了解完整件事後 整件事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這次由美國總部 直接下令剷除了Safe Hong Kong 這裡同時大家又會出現一個問題 為何美國那邊要無故剷除Safe Hong Kong 這裡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未來的立法會選舉 為何呢 因為根據我從Adrian 即Safe Hong Kong的管理員 所取得他和Facebook聯絡的通訊記錄 當中Facebook就著 Adrian和Safe Hong Kong被剷除的這件事 曾經回覆過他 這裡有一個英文的回覆 大致上他的說法就是 說你好 這個案件比較複雜 我們的團隊正在調查背後的原因 在這個結果出來之前 我們不容許作出任何進一步行動 但我可以和你保證 你這個情況是我們很高度重視和優先重視優先處理的 特別是不同時區的人都在努力 根據這個回覆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初步的答案 就是連Facebook香港區的辦事處 也不知道為何Safe Hong Kong會被剷除 也就是說 在今次剷除群組的行動中 Facebook根本沒有記錄他 到底這個群組犯了甚麼事 有人又會問 是否管理員辦事不力 容許太多仇恨言論 所以導致被剷除 當然不是 因為據我所知 自從上次Safe Hong Kong第一次被剷除後 Adrian已經馬上新增多一兩名管理員 一起盯著所有的貼文和留言 一旦出現嚴重的說粗口 或是嚴重的仇恨的一些貼文 或是引起爭議的貼文 就會馬上為貼文關閉了留言功能 讓大家不要吵架 以及讓這些仇恨言論不要繼續出現 以免群組不見了 而管理員亦會和法文的人解釋 關閉了留言的原因 整個過程完全公開公平公正 所以這裏絕對不存在管理員失誤或失職的情況 但大家剛才聽我說 其實關於立法會選舉事 為何這樣說呢 首先我們要了解一個背景資訊 接下來將會是立法會的補選 大家知道因為在立法會裏面有四名議員 轉戰政府去政府工作 政府亦宣佈了 將會是立法會補選 而提名期將會是11月1日開始至11月14日為期兩個星期 跟大家再問一次問題 記不記得這次Save for Kong被剷是何時 是10月30日凌晨4時 也就是說在提名期開始的兩天前 被人剷除了整個Facebook 有人問 剷除了Facebook和立法會選舉有何關係 事實上這次Save for Kong的Admin Adrian Ho 就是之前在網絡上 在媒體上熱門盛傳他 會出選立法會補選的其中一名新聞黨成員何敬康 而他的背景亦十分強大 他的背景亦是澳門前特首何厚華的侄子 也就是說這次事件很大機會是因為 Adrian Ho被盛傳出選立法會選舉 而Facebook對他進行打壓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我這個點 有人就會問 肥仔 你說不是沒道理 但今次的選舉是選委選舉 為何你會覺得Save for Hong Kong 一個民眾群眾的地方 是關於今次的選舉事 明明裡面十多萬的成員 全部都沒有投票權 為何Facebook要剷除他呢 老實說 我個人認為 美國絕對不擔心 今次的選舉會被Save for Hong Kong的成員左右 又或者他不擔心 假如何敬康就是Adrian Ho 真的像盛傳一樣出戰 然後Save for Hong Kong幫他拉了很多票 美國絕對不怕這件事 但美國怕甚麼呢 美國最擔心 假如Adrian Ho何敬康 可以成功在今次的補選中勝出 然後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之後 同時他又擁有一名十多萬群眾的Facebook page 或者群組的話 這個是美國最擔心的 因為他非常擔心 這個將會是未來的領袖 將會成為正氣派 建制派的黃之鋒 所以美國就在這裏出手 有人亦會在這裏爭辯 那四方是中文群組 你肥仔你不要勉強說是美國做的 剛剛也和大家說過 凌晨四點多 正在上班的不是美國人 是甚麼人 Facebook也是美國的 凌晨四點多 對照的時間 即是美國時間的下午四點多 與此同時大家要記住 美國針對著全球的每一項選舉 他們都有在Facebook設立戰情室 他們有透過Facebook去分析當地的選情 即是Facebook根本就是美國政府的政治工具 如果你和我說這麼多巧合加在一起 都不關美國的事 對不起 我真的無從稽考 我亦無法理解你如何理解這件事 我歡迎大家下面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在此呼籲大家一下 記得加入四方框2.0 但由於有一群黃人 藉著這件事已經打算分化我們 所以在Facebook上出現了很多不同的假群組 每個人都寫著說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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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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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大家知道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 俄羅斯主宰著歐洲的天然氣命脈和能源命脈 歐洲大部份國家都是燃燒天然氣發電 所以天然氣供應一斷 歐洲國家非常頭恨 以前俄烏戰爭衝突剛發生時 也和大家說過 德國根據他們國家的需求 本身向俄羅斯買了大量的天然氣 德國全國50%多的天然氣來源都是來自俄羅斯 一被俄羅斯剪掉的天然氣 簡直全國都要捱冷 而當時說這句話 仍然是夏天 仍然是熱 而惡果現在終於出現 歐洲多個國家現在都陷入能源短缺的問題 想開天然氣又用不到 想用電又用不到 甚至據知英國將會進行全面七天的全國停電 根據最新消息指 就是來自於央視的新聞 英國的能源安全問題越來越令人擔心 英國衛報在11月1日已披露了一份機密文件 而這份文件顯示英國政府已經準備好應急預案 去應對可能長達七天的全國停電狀況 這份文件標有官方敏感confidential的機密文件 而在這份文件中 聲稱在最合理最壞的情況下 交通運輸 食品和飲用水供應 通訊和能源都可能受到嚴重影響 時間可能多達一個星期 而英國政府將會按照應急計劃優先為老人家 兒童等群體提供食物 飲用水和庇護所 據知道這個應急計劃的名字叫做阿羅計劃 最初起草在2021年 初衝是讓這個計劃出爐 可以更好地應對國家電網 當出現重大的危機或事故或恐怖襲擊時 就去應對 但是隨著俄烏衝突的升級 每一個英國人或歐洲人 他們對於能源危機的擔心 都是每一天都會提升 而這個計劃都在英國政府內部 被提升到新的高度 即是原先攝取櫃桶底 有空襲嗎 拿出來 但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是快點拿出來 否則受不了 冷凍啊 大佬 比如這份文件提及在技術性故障的部分 強調了針對海底電艦被攻擊等應對方法 以避免像之前 北溪天然氣管所發生的突發惡劣後果 根據這份機密文件顯示 英國政府將會預計 在未來的日子有機會面臨電力短缺 向居民或企業定期輸電 以滿足停電期間的六成需求 也就是說 假如全國停電的話 英國政府的後備電源 將會可以為企業和住宅提供六成左右的電力 也就是說 如果你一天有二十四個小時 你計算你也有十個小時 你是沒有電的 也要捱冷的 大家知道 英國的冬天真是可以很冷 是會下雪的 沒有暖爐的話 其實他真是自求多福 我以前曾經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暖爐也不夠冷 因為他是靠在牆上有一塊暖爐的東西 然後他自己發熱 然後慢慢滲出一些熱氣 其實就不太暖 我試過有一次冷到我直接開著熱水 然後令整間房間都是水蒸氣 我才覺得暖一點 不知道接下來歐洲人和移民了英國的黃人 是怎樣去應對冬天 消息人士指英國政府不想公開這個計劃 因為他不想令人覺得和俄烏衝突有關 能源供應和生活成本是聯繫起上來的 但是這個計劃的討論證明了 政府的官員的確會對這個大停電的情況擔憂 這次英國將會面臨一個很大的困境 而我自己個人預計英國這只是一個開始 繼他之前卓慧斯搞亂了英國的經濟之後 假如英國真的出現大規模全面大停電的話 英國的經濟可能進一步面臨崩潰 甚至英鎊可能跌到歷史以來的最低 不單止 如果在這次事件英國沒有辦法好好挽回自己民眾對政府的信心 又或者英國政府沒有能力好好處理這場難言危機 可能又會變成一場政變 不過這裡有一個小小的提議送給英國政府 假如你真的很擔心的話 我建議現在立即棄任投名 支持俄羅斯 去反對美國 入侵俄羅斯 反對北約繼續擴充 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 這樣的話 或者是英國唯一出路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說說你自己的看法 在臨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令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